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第二章的内容了 第二章的内容,我们主要把Python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开发环境给安装好 Python它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不同于其他的一些开发语言 它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安装是非常的简单的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主流的计算机的操作系统 主要包括Windows,然后是苹果的Mac 以及这样的一个Linux操作系统 我们这门课程选择在Windows这个系统上面来开发Python 好,那么操作系统是操作系统 我们选定了之后,我们接着就要去Python的官网 去下载对应操作系统的这样的一个Python的环境安装包 那么在下载Python的环境安装包之前 我们对Python的主要的版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目前来说的话,Python还有两个大版本 一个是Python2,还有一个是Python3 那么我的一个建议是,如果你是一个才开始学习Python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需要再去关心Python2了 直接开始Python3的一个学习 关于Python2和Python3,它们之间大家只要记住一点 就是Python2和Python3,它们之间是一个完全兼容的 很多在Python2里面可以用的一些酷或者是方法函数 在Python3里面是不可以使用的了 这两个几乎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大版本 在Python3刚出来的一段时间里,很多人不会选择使用Python3来编写Python代码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说过了,Python的酷是非常多的 Python3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主流的框架和酷都是不支持Python3这个版本的 但是这个问题现在来说的话已经不存在了 绝大多数的主流的酷都是支持Python3的 所以说我们学习就是要来学习Python3这个大版本 好,我们现在从PPT里切出来,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在搜索引擎里面搜索Python这个关键字 然后找到Python的官网的链接 Python的官网链接是英文的,welcome to python.org 后面表着有官网 点击这个链接了之后,我们就进入到Python的官网里来了 然后我们要下载Windows环境下面的Python的一键安装包 然后我们看这里,眉头这里有个downloads 然后这里有很多个版本 还有source code的原网,Windows版本,或是MacOS版本 那么我们现在要选择的是Windows版本 那么这里有两个主流版本 这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我把这个浏览器放大一下 好,downloads这里 然后Windows,然后这里有一个python3.6.2 还有一个python2.7.13 这就是我所说的python3和python2 我们选择这个目前最新的python3.6.2 点击了之后,就会进行一个下载 那么这个下载呢,大家下载就抽自己减充 那么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 python3.5以上的版本是不支持WindowsXP这个操作系统的 所以说建议大家用Windows7或者是Windows10 好,那么这个安装包下载的比较慢 我们这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那么整个课程呢,我会从安装开发环境开始 一步一步的和大家来完成我们整个的python3.6版本的学习 好,同学们,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